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然后再沾上酱油 然后还有油葱之后 回忆的味道 是 雪晶角 超级Q 好吃 真心不骗 真心不骗 那个皮 回忆中的皮 赞的 就是现在 赶快帮我们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叮咚叮咚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蔬果生活志 我是雅黎 想要身体好蔬果不能少 欢迎来到牙里爱烹饭 大家一起爱上做料理 来到现场的是小黑师傅 雅黎好 大家好 今天要做的这个 我真的超喜欢 而且真的是回忆中的料理 为什么 因为我是客家人 是吗 所以其实你今天做的这个东西 我们小时候吃很多 那你会讲客家话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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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意要怎么讲 三九眼 三 三九 三九 三九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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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要做三九眼 你不要说 我不要说 好 那我们先来调这个酱 酱的话就有点像那个酸酸 然后咸咸的味道 然后我游记很深的是 我们国小的时候 然后会有那个小蜜蜂 什么是小蜜蜂 小蜜蜂就是她会 一个婆婆会在一个 在这些的料理 到校园里面去多送 我超爱她的那个水晶脚 所以真的是不同年代的 在我的年代是没有小蜜蜂 是 我们是差两年而已吗 20年 可以 好 那我先把这个辣椒切碎 切碎之后 为什么是鲜辣椒 对 等一下就是拌汁而已 那这个是酱油 你可以用酱油膏都可以 其实客家式的 是有点像油葱酥那种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 酸辣口味 对 然后给它一点点的辣油 你放这么多辣椒 真的很辣 香油 而且你没去脂 没错 不会是因为我要吃 所以你才这样 胃梨 没有关系 我很喜欢辣 对 今天会很辣 我喜欢辣 我可以的 真的好嗆辣 对 真的 这个是很新鲜的辣椒 看你 然后稍微把它拌一拌 对 好 那这个我先不先看来 好 它有点像 好 这时候我们来准备粉浆 这个粉浆我真的非常非常好奇 因为说实话 从小到大我吃这个水晶饺 可是我从来没有真的自己做过 然后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出来的 好 那我里面呢 你可以按照师傅上面是用150 那我今天是做两倍 师傅上面是150 所以我就给它两大匙 两大匙 对 然后热水给它120 先冲热水 给它120 这个就是你说这个 以前 之前我们做那个烫面也是这样子 对 可是说我们今天是用地瓜粉 好 地瓜粉加上油 还有热水 为什么要用热水呢 地瓜粉 这时候它会熟掉 熟掉之后它会绵绵的 糊糊的 对 现在现在有点熟了 有没有看到它这样 有没有 整块 真的已经变 本来就是变成是 像是你很高的样子 然后这是冷水 冷水是一板 那我先给它一部分 这个我真的不知道是这样做的 先热水再加冷水 对 一定要先热水再加冷水 但是你加热水的时候 你也没有全部拌匀 你是稍微拌一下 让它稍微粘住 就可以加冷水 对 因为热水比较少 所以你把它拌匀 它太干 也没有办法让你拌匀 那可不可以直接加温水就好了 温水就没有办法烫面 所以它的那个地瓜粉就不会熟 所以必须要用热水 这个真的很特别 那我现在把它拌匀 它现在有点代季 原来水晶饺是这样做的 对 那有的人会用低瓜粉 树鼠粉 很多的粉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取舌 你要用什么 我真的是最喜欢水晶饺 外面那层皮 尤其它煮熟之后变透明 然后沾上酱油 然后还有油葱之后 哇 回忆的味道 是 而且小时候其实我们都野孩子 我们下课之后都没有回家 你知道吗 下午就出去外面玩 然后同学一起就是在玩 肚子饿了之后 我就会跑去面店吃水晶饺 东室 我们也有住东室 台中东室 你想想一下好多水晶饺的店 东室喔 对 邻居而已 真的吗 你在哪 我住龙井 很远 明明就不会 开车也要一个多小时 不会 你开比较快 35分钟就到了 35分钟 然后稍微揉一揉 让它变筋道一点 但是因为水晶饺它是透明的 所以为什么要让它有点像出筋这样 可是地瓜粉会出筋吗 不是出筋 我现在是因为地瓜粉有颗粒 对 你既然让它都吃到实 OK 要让它混合均匀 吃到实 然后这时候就可以来 哇 我先放下 你先把它切 好 切成 但是因为我不知道 大家吃到的水晶饺是长什么样子 如果卤味吃到的应该是有点像是 椭圆形 像是那个仿锤的样子 对 可是我们客家人吃的是三角形 所以它的客家话叫三角圆 对 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是哪一种 你可以自己做 来 三角形都不会做 好像就是这样捏起来 它就捏起来就好了 对 好像就是 我先把它搓成圆 搓成圆 然后变大 然后把它变大 这样皮会不会太厚 不会 不会 就看你要吃多大 然后我就 就边吃边煮了 然后里面是放 素肉灶就好了 素肉灶 素肉灶它里面有皮丝菜泵 对 这个要自己就是拌一拌 对 这个有现成的 想一下 回忆中的形状 三角形的应该是这样 对 就这样子 就是收口 对 这样子 捏成三角形这样 可以吗 这样子 对 客家人吃的是 过了 对 但我们吃的是这样三角形的 真的 我们是吃这样三角形的 对 只是把它捏起来 对 捏起来 然后后来来台北的时候 有时候在游击店 我可以买到那种素食的水晶角 那就OK 对 就是这种形状 对 好 然后直接水出来 所以你也是真心的 想做这种形状吗 还是你想做圆形的 没有 就是水晶角不是只有三角形 然后准备一个热水 怎么办破了 破了没关系 可以加一点吗 加一点皮 哇 这真的是回忆的味道 压平的时候其实它有诀窍 就是旁边薄 然后中间给它厚一点 旁边薄 中间厚 对 哇 真的回忆的味道 对 而且 感人 我快哭了 好 抓起来 压一下就好了 对 先圆形的 对 这压好之后就马上丢 然后本的这个面皮啊 就完全看要厚一点包一点 它就等于腰烫面 你没有烫面的话 它也是没有办法包的 它没有办法凝结成一块 对对对 它是没有那么把 就是成团 有手势吗 是这样抓 手势 抓一个 就 小时候不是有一个玩具有没有 我们会用那个纸 黑白色那种感觉 你跟我真的不同年代 我没有那个回忆耶 就只抓着然后在那边开口笑 对对对有 对啊 就跟你讲说 你 你擦两次 没有 你擦死死我了 先把它看下没有 不可以让它黏锅 所以我再给它大火一点 一定要让它滚喔 那个有点掉出来的 那个都是我的 没关系 自己要吃的 弄好赶快放下去 迅速放下去 那你这个水晶饺 也可以把它变成 加一点狼花 就狼花的颜色 紫地瓜 紫山药都可以 而且一次可以做多一点 这个也可以冷冻喔 对 你就是 煮好之后再冷冻 水煮熟之后再冷冻 等它补起来 然后一点泡 馅料可以自己做搭配选择 我来帮你顾这个 那等一下要沾这样 大家 咚咚咚咚咚 然后真的它的外皮这里有没有 而且这边有点稍微Q软Q软 对 然后 我最喜欢的样子 你现在可以加一点酱 一点点 这样吃好了 哇 不够 不够喔 对 然后 直接就可以吃了 好 然后这时候 真的超美 好的 就可以先铺姜 哇 哇 这个酱香喔 酱香啊 嗯 酱香 好 非常Q弹的水晶饺 超级Q 超Q吧 超Q 超Q 好吃 好吃 真心不骗 真心不骗 哇 那个皮 回忠的皮 超赞的 哇 哇 那个皮 酱会不会太咸 我觉得酱会很辣 哇 很棒 哇 这样很辣 哇 怎么了 太烫了 哇 哇 太酷了 其实我很不爱这样子 捏来捏去 我超爱你捏来捏去 然后我可以吃 好 我必须说 我小时候真的非常喜欢吃水晶饺 然后在我们家那边的水晶饺 就是这种 就是它的皮呢 不是完全透明 可是它做完之后会很Q 然后外面这里稍微有点硬硬 然后里面这个皮是全部都是Q的 我现在都闻到你的那个酱香味 酱味 酱有点味道 对 但是酱虽然刚刚放很多辣椒 你会觉得很辣 其实没有 没有很辣 没有很辣 而且你现在很过分 因为现场十几个人看着你吃 真的很好 那你可以再吃一颗啊 喜欢吃水晶饺的朋友真的 认真的 赶快回家做一下 好吗 好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